你好 这里是张宁视野 乌军不断进攻 顺便围点打员 乌克兰军在巴赫木特的北部和南部 频频展开攻击行动 昨天又夺取了十多个俄军的阵地 而且乌军还在伊万诺夫斯克附近 清理了大片的森林 俯罗了埋伏在那里面的俄军士兵 另外还清理了一些地雷 这就为乌军的进一步进攻奠定了基础 而且今天乌克兰军队的大炮 在无人机的引导下 还摧毁了克里斯切夫卡以西的 俄军的装甲车快速重队 因为这支重队是俄军调来增援的部队 所以说乌军算是顺便打了一个漂亮的维典大员战 俄军缺乏预备 结果这支装甲车队几乎遭到毁灭性打击 大家也许还记得 普里格金几天前曾经指责俄罗斯国防军第72旅 撤出了纵深500米 宽越两公里的阵地 也就是说一个平方公里的阵地 但是今天乌军的第三突击旅旅长 也就是亚述旅旅长发表声明 他说率先撤退的并不是第72旅 而是瓦格纳雇佣军 其实呢 顾佣军更狡猾一点 他们对战场行事的判断力更强一点 因为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兵 结果呢 这个第三突击旅旅长说呢 反而是俄军的第72旅坚持到了最后 这番言论狠狠地打脸了普里格金 这也让俄军 国防军跟这个雇佣军之间的矛盾和裂痕更加深刻 从这么剧烈的矛盾演变来看呢 俄罗斯早晚是会陷入内战的 因为他的军队呢 都相互之间仇恨 都恨不得开枪灭掉对方 另外乌军呢 从战壕缴获的很多炮弹 显示出 俄军弹率并不断缺 因为俄军逃跑的时候呢 炮弹都没有打完 这就显示呢 俄军呢 有点像历史上的中国军队 就是总是扯谎 明明他不想打仗 他说没有弹药 明明他有很多弹药 他懒得去用 他说呢 我们没有弹药了 这个仗没办法打了 也就是扯谎个七仗呢 是中俄军队共同的特色 这个谎言能扯到什么程度呢 你比如说众所周知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林哲勋呢 给这个当时那个皇帝 清朝皇帝的报告 一直说我们每一仗都打胜了 但是呢 当时的那个咸丰皇帝 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你每一仗都打胜了 为什么敌人 这个这个这个还在打 所以说呢 由此可见呢 这个扯谎呢 是林哲勋 是当年清军的官员 普遍的这个特征 现在俄罗斯的官员也是这样 所以这弄得上级 不知道该不该给弹药 因为他本来就有那么多弹药了 他不用 他又要 结果你送去更多的弹药 只会给这个前线的军队带来危险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弹药如果遭到 乌军的精准炮击 它会引起连锁反应 会引发大爆炸 在附近的俄军都会难以幸免 另外呢 目前呢 乌军收服的这个阵地呢 总共约13.7 17.3平方公里 这也是乌军呢 首次发布他们在巴赫木特 收服领土的战报 而俄国的账号 瑞伯尔报告说 位于卢干斯克地区 库泽米夫卡的俄军防线呢 又被俄军撕开 被俄军呢 深入大约2.5公里 目前俄军的前线士兵正在被迫撤退 该地区离斯瓦托夫仅仅15公里 斯瓦托夫呢 是一个战略要地 乌军下一步有可能去攻击斯瓦托夫 有报道说呢 这个乌克兰军队再次袭击了 卢堪斯克地区的一个俄罗斯武器库 当地发生了大爆炸 而且这几天呢 这个泽伦斯基呢 在欧洲呢 进行了一连串这个闪电式的访问 在访问了意大利 拜会了意大利 总理总统和罗马教皇之后呢 又访问了德国 与德国总理和总统呢 进行了重要的会晤 随后呢 他又旋风般地飞到了法兰西 跟法国总统呢 马克龙呢 又在秘密地商谈 怎么样打 劲快地打败俄军 一般认为呢 泽连斯基呢 是在大反攻之前呢 争取最大限度的支持 因为现在呢 乌克兰呢 要想对俄军呢 拥有一种真正的优势呢 恐怕还需要这个F-16战斗机 而目前呢 北约盟国呢 围绕着16战斗机的这个援助问题呢 还在紧张的讨论之中 泽连斯基希望呢 这个一旦这个 他们得到了这个F-16战斗机 那么呢 乌军呢 就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反攻 虽然说呢 乌军来不及培训这个F-16的驾驶员 因为一般来说 F-16战机呢 需要的驾驶员 都要训练一年以上 最好是训练三年以上 才有这个足够的战斗经验 但是呢 乌克兰现在正在全世界范围内 招募F-16的这个飞行员 估计呢 招个一百个两百个不成问题 而这些人就足以驾驶F-16 去摧毁俄罗斯的空军 另外呢 最近网上披露的 李宁从17岁开始吃兴奋剂 几乎中国人都知道李宁 因为李宁运动服呢 几乎你没有买过 没有穿过 至少也见过 所以李宁呢 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体操冠军 而且呢 是商业史上最成功的中国运动员 但是实际上呢 那只是表面现象 真正的李宁呢 只是一个 李宁呢 只是一个药冠者 和李宁运动服公司的一个傀儡 也所谓李宁集团 它其实是一个 一个象征 就是说其他人用它的 这个排号来做生一把了 据前国家队队一 血阴线重磅爆料 李宁呢 从81年就开始吃兴奋剂 一开始吃的是夹鸡搞完素 一开始效果很好 82年呢 就出了成绩 李宁就成为世界冠军 就成为中宣部宣传的对象 但是到了1984年 洛杉矶奥运会的时候呢 由于这个夹鸡搞完素 吃的太多 已经不管用了 李宁呢 就不得不改而使用 这个饼酸搞完铜 也就是说呢 从17岁开始呢 李宁呢 就始终不停地使用兴奋剂 因为兴奋剂呢 它是有依赖性的 就是说呢 你吃了几年以后呢 如果你再不吃的话 那么身体会崩溃 所以呢 你为了活命呢 也还得继续吃 现在呢 中国的体 这个运动队就更过分了 为了提高成绩 现在呢 据这个国家队 队移血阴线 这个揭露呢 现在连11岁的小运动员 就开始吃兴奋剂 因为我们知道 运动员身体比较好 发育比较早 11岁的时候呢 他可能就要发映 女性这个特征 给他吃兴奋剂呢 就能抑制他的女性特征 使他呢 表面上是一个女孩 但实际上是个男孩 其实呢 中国这么多年来 大部分奖牌 都是中国女性所得 都是靠兴奋剂 而且呢 尤其靠摧残中国的性别 所以说呢 现在中国呢 不光是这个运动员吃 几乎中国 这个所有的这个运动员 为了金牌 都会吃兴奋剂 长期服用兴奋剂呢 会导致李宁呢 现在未老喧衰 最近他的照片传出来 简直就没有一点人样 就像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 满脸都是皱纹 而且一看呢 就是像一个这个 稻草人一样 这个中国呢 李宁呢 还算运气的 因为至少他有钱 很多运动员呢 甚至全国冠军呢 都一无所有 最后呢 被兴奋剂还摧毁了身体 你比如说 我老是忘 无法忘记中国的一个 叫举重冠军 叫周春兰 他当年呢 曾经呢 多次获得金牌奖项 但是呢 后来因为身体实在撑不住了 他就离开了中国国家队 来到国家队以后 那时候给的钱很少 就给他几万块钱 他就急急忙忙投入 就开个饭馆 像下半身呢 就靠着几万块钱 这个饭馆磨蹭了 他没有想到 作为运动员呢 是非常愚昧的 因为中国运动员 表面上很荣耀 什么冠军很荣耀 但实际上 他们都被当成牛马一样 来对待 也就是说呢 他们往往从七八岁 就开始进行 残酷的运动训练 基本上 对这个社会一无所知 对做生意 更是一无所知 他们做生意 百分之百都会亏本 除了像李宁那样 当个傀儡 有其他的一些 能干的股东 来借机练财 像这个周春兰呢 他自己去做生意 所以几万块钱很快 亏的光一干二进 最后呢 饭店转让 他发现自己一无所有 然后呢 他走投无路呢 最后他去干什么呢 他去到那个澡堂子里面 搓澡 但是他搓澡的时候呢 也很少有生意 因为那时候东北搓一个澡 只要一块钱两块钱 也就是说呢 他给一个女人 一个肥胖的女人搓澡 搓上 这个大半个小时 最终呢 只能得到一块钱的报酬 一天才能得到几块钱 结果呢 他有时候没什么生意 为什么呢 因为他身上长满了粗的寒毛 这都是他小时候吃兴奋剂的后果 而且他体力非常差 按道理来讲 他举重运动员身体应该非常强壮 才对 其实恰恰相反 他自己承认呢 他连五十斤重的大米 想扛上楼 回到自己的家中都扛不动 后来只能买二十斤一袋的大米 尽管五十斤一袋的大米 要便宜一点 但是呢 他不敢买 买了以后呢 他扛不动 他说呢 有一次不知道 买了五十斤的大米 一开始往家里扛的时候呢 他说差点把腰给压折了 他就感到自己自己浑身无力 最要命的是什么呢 他还没有女性特征 他也不来月经 而且他身上长满了那种粗毛 黑毛 他也没办法找到男朋友 任何男朋友呢 本来呢 听说他是运动员 兴冲冲的跟他约会 但是呢 随着稍微深入一点的了解呢 发现他是个男人 实际上身体 整个身体就像男人一样 那其他的这个男朋友呢 也就立刻 就逃之夭夭 所以呢 弄得周川南 实际上 他也丧失了任何女性的特征 所以呢 周川南呢 后来走投无路呢 就在大街上去 卖自己的金牌 而且呢 要价也不高 他的遭遇呢 当时激起了中国人普遍的同情 但是呢 中国的这个运动协会 中国体育部 中国什么的 对之自之不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明白 他们如果安排周川南的话呢 那么像他周川南这样的运动员呢 成千上万 中共呢 都是把这些人呢 当成一种牛马来对待 目的只是为了 让他们给中共获得金牌 从来没有把他们当成人来看待 在那里 给 放